我們歡迎Witka L來到《同途萬利人》 今天是第五集 你知道嗎 第五集 我們會錄一個Jingle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終於是一個冠名贊助 他公司沒有要求我 但是既然他送得出這麼珍貴的禮品 我當然要有些回報 例如說 木經眼藥水贊助 《同途萬利人》之類 木經眼藥水冠名贊助還是獨家贊助 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回來聽聽 蔣門行都是人贊助的 剛才我們在播放《Jingle》的時候 Witka L已經很急不及地跟我說 他今天有個地方是怎樣可以去的 我也免費他 你留下節目說 你跟我說來什麼 你留下了一會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 由這一點 他是多有那種 開心share 他是想將他對這個地方那種愛 或者那種欣賞 說出來 所以很心急 開心share 不是為錢的 上來屬照沒有錢是沒有錢的 為了share 其實我們神州大地 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 好了 記住 我們做完這集節目 我們會問三條問題 三條問題 我現在未知是甚麼問題 我做完這一集節目 我就知道會有甚麼問題 不會很難的 應該是答到的 有朋友們 我們採用甚麼呢 不是一個check room 答到沒意思的 你是要WhatsApp去84811079 84811079 如果你們現在還未ad我們 怎樣ad呢 其實WhatsApp 特別一點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最簡單的 就是你們現在已經把84811079的電話 儲存在通訊錄裏的聯絡人 稍後 你在WhatsApp 應該會找到他們了 現在先做好 過幾小時 應該有7、8個字 應該夠你們 變成有我們的WhatsApp 一聽到他們的問題 我的答案 甚至乎會讓你 用最簡單的一定義之類的 一傳來 最快的三個 我們會立即回答 我告訴你 你先生理義中獎 然後詳細說 明天就申請我們收工 你一看到有中獎 你就可以親身上來領取我們的禮品 當然是名貴的 如果你說我收不到的 就不用問我們了 我已經立即回答了 你這樣也沒有 以我們的WhatsApp 收到為準 好了 Vector L 首先我要問你 上次你說 我們做節目之前 你說會介紹一個 港姐的嘉賓給我們 是啊 現在進行成怎樣 這個工作正在夾緊 跟她在聊天 要有什麼好談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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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忙 經常有些節目要做 有些事情要談 經常跟她拍照 出很多照 所以她要 她拍照 她收錢拍照 當然當然要 她有時候要 她都要賺錢 她收錢去拍照 什麼 她那些可能是產品 OK OK 那些 不是那些 另類的那些 OK OK 但是她的意向都可以的 即是要合到時間 說過了 但是她也合到時間 我們會跟她密切再談 OK 再談 因為我下星期就不在香港了 我有兩三個星期 我會不在香港的 那你呢 即是放在內容 看看你和阿靖怎麼合 即是如果有女嘉賓就固然最好 OK 好 你在一個商會裡認識她 我想問一下 你出席這個商會的時候 真的會不會有很多女的 有的 是不是一定有的 男 男 女 都有商會 但是你知道嗎 你不要跟我說Alky 她們那些 即是我說的是 連年輕的 連年輕貌美的 有啊 我曾經有一個 以前入國的會 兩邊有五 六個女生 都是很年輕的 二十多歲的 喔 商會你公司進入 你們應該是這樣 即是你覺得幫不幫到你呢 幫到 清到你就是最好 OK 我真的很怕這些地方 但其實 我又得罪人多 雙匯 我昨天有一個 我忍不住 你有一個朋友 雙匯的朋友 帶少了一個他的雙匯的朋友 上來 我也忍不住 隔了他 做什麼事要隔了他 不要啊 我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 我說話又不忘了我 我覺得 我自己說 你都看我不起 不要再聊天 就是我實情這麼說 其實我後來 我一說出來 我後悔 雖然他真的是 我真心的感覺 但是我後來 我立刻想到 他為什麼會看我不起 因為他都不認識我 也都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他純粹是跟著 個朋友上來 那麼 他的朋友當然會吹得很大 爹爹那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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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認識的 所以有些 感覺 就沒有那麼反應快 譬如 他的朋友當然是說 他有什麼產品 我聽見 OK 我拿這些來 他經常說沒有照片 我心想 他是不是要撈東西 你說我產品的電話也沒有照片 我已經心中起了 因為我對做生意的人要求 是100%投入的 他的手機裡面 竟然沒有他自己的產品的照片 我已經覺得 這些傢伙 對老大人 怎麼不是想著做生意的 我第一次見你 我什麼都帶給你看 OK 好了 先不要說那些無謂事 最重要 就是 商會 其實有幾種會 這些商會 我認知 那些什麼大貓會 什麼碌碌會 我真的覺得 在我心目中是男歡美愛鬥滾的地方 原來不是的 當然會有這件事存在的 排除的 是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的商會的意思 其實都是為了做生意的 其實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很難再靠自己一個人 自己做的 一定是要靠大家 一起你幫我幫你 互相去推動市場 才會有這件事的 給我我一定是客人 在商會裡面 我也是客人想著自己的 我不會理人的 那麼 你去商會 找生意是正常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要找生意的時候 如果你一味是 找生意 別人想要的 你給不了他 那麼大家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都是大家 客人又贏了 大家雙方都贏了 就是全部都贏 大家都開心 是最好的 好的 這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有重點呢 你不排除也是有的 那麼如果不說商會 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扶鹿會 什麼老虎會那些 不就是我去生意 不就是搞了一堆 真的不要說我話了 我講的 好了 今天我們去哪裡 今天我們去南疆 去南疆 南疆 我們先看地圖 每一次我們要recall一下 我們先看第一張照片 我們首先要看這個 中國地圖 我們播了那麼多次的地圖 其實我們終於會累了 我對於大概 我真的真心 其實在此之前 我真的不是搞得清楚 中國的地圖 我真的不是搞得清楚 就如現在很清楚 我們第一集 我們去了雲南 我們去了四川 我們去了西藏 接著我們還沒去青海 所以經過一些青藏公路 看過一下 接著我們新疆 我們再看 新疆是怎樣的 其實新疆 那條邊已經接合了很多個國家 上次他去了北疆 這次他去了南疆 南疆 南疆大很多 大很多啊 但一樣他有一條線 接藥了那邊 接藥阿富汗 巴基斯坦 是 他其實就在新疆的最西 西藍那裏 那裏就是接藥了 他那邊其實就是昆倫山脈 是 昆倫山脈就是 接藥著巴基斯坦 有中國有個七號界碑 他一出去就是巴基斯坦 阿富汗 有三個交界的邊境 那裏有三個交界的邊境 那裏很漂亮的 我去過一次 那裏有一個 卡拉庫里湖 那裏有七千多米的海拔那些雪峰 那裏有中立位置 金三國之類的 但又不是 南疆的 中國又不是 北基拉坦 又不是阿富汗的 爭議 沒有緩衝區 沒有 是有條街線 有了哪裏 有了界碑 有了界碑 一出了 七號界碑 一出就是 阿祝巴基斯坦 是的 北基斯坦 那有沒有巴基丹產脈在那裏 有 有 人家都是各界 我知道 那巴基丹產脈 有沒有來搞我們的新疆 那裏沒有什麼人住 那裏沒有什麼人住 因為那裏基本上是 昆倫山脈那些 其實那些山的地方沒有人住 紀尖海拔 有 有立平 一般來講 沿城就有三四千米 然後 沿城也有三四千米 有啊 其實 整個新疆是沒有什麼海拔的 唯獨南疆 去到這個 邊界 就是邊界 塔疾富爾干 那個沿城叫塔疾富爾干 就在那個地方 就會有一點海拔 就會在三四千米的地方住一晚 OK 因為我們多了相片 我們現在開始了 直接就來了 OK 我們逐一張照片上去看 江智呢 講了一次 上個星期沒有太陰紀人 那就是 為什麼是公和土 公呢 其實就是中國邊界上面的一個土地 是 所以其實他接釀了八個國家 是 是 然後隔壁呢 就是一橫一個田一橫一個田一橫 那個橫就是三個山 最頂那個就是阿爾泰山 中間就是天山 最低那個就是崑崙山 然後中間那兩個田 上面那個就是北疆的 叫做准葛爾盆地 就是古爾班通古德沙漠 而下面那個叫塔利木盆地 就是塔克拉馬桿大沙漠 OK 這個疆字是有這樣的來頭 是啊 全體的字就包含了整個新疆在那裡 三個山 兩個盆地 兩個沙漠 一個邊界 新的土地 好 再去 一樣啦 我們都是飛去烏魯木齊的 OK 烏魯木齊在蒙古語是美麗的牧場 所以他是有牧民族 就是他是整個新疆的經濟政治文化 最繁華的地方來的 其實新疆也有些蒙古人在那裡 有啊 其實有很多有牧民族在那裡 但是現在一般來說 其實都漢化了 都漢化了 除了民族地區 其實都穿了你的衣服 講普通話 普通話 就這樣看你以為是什麼大城市來的 OK 好 這個就是大巴雜 因為都是 在烏魯木齊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巴雜就是市集 它裡面有很多伊斯蘭特色的建築 還有一些雕刻 有些 已經看到有些了 因為它 烏魯木齊 現在這樣說 新疆的人會不會有 譬如我為族人和漢人和其他人通婚的 會的 會的 反而會 會人會通婚的 但是我們 譬如說馬來西亞那些 你不可以的 你結婚也要入回教的 那我如果要娶一個維吾爾族 那兩個都是這樣的 要的 都要的 要入他們回教的 即是變成我要入回教的 他們是有這個習俗 當然看他女生會不會跟出來 OK 好看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就沒有這麼講究這件事 譬如那些迪戀什麼 迪戀什麼 迪戀什麼 新疆的歌名叫什麼 迪戀什麼 迪戀巴 待會你會看到他 他出來唱歌跳舞 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事業 他將來嫁嫁了 譬如說 他喜歡我給你歌 譬如說 理論上 我就要入教才娶他 他跟著你 他跟著你就可以了 他跟著你就可以了 但是在伊斯蘭國家就不行了 是啊 OK 好 有他們的習俗 你如果這樣說 互相交來交去都行 其實本身以前西域 新疆就是西域36國 那麼多國家 那麼多不同的小途民族 其實全部都是會 自己有自己通婚 亦都有不同的通婚 有很多聯婚的以前的國家 是靠聯婚來維繫大家之間的友好關係 然後透過這個關係來壯大自己 我們以前說西域就是新疆這些地方嗎 是啊 如果說到真的外國那些 就是西域 那些又算是怎樣 外國它本身自己的國家有自己演變歷史的嘛 現在這個新疆其實呢 在西漢漢武帝張軒出使西域的時候呢 他就是已經是中國的 因為其實他就是要去大越市找合作 即是當時也找合作者和下空路嘛 是啊 然後就在這裏出使了這麼多國家之後 就聯合了 然後呢 讓他們知道我們漢朝的功力 於是他們臣服了年年來進攻 於是就變了當時是屬於中國的 OK 後來到了安市之亂之後唐朝 然後就脫離了當時的中央管理 就是當時的王朝管理 直到到清朝乾隆呢 康熙 修復國際 准覺以叛亂 修復了之後就再統一回新疆 OK 即是隔了很多年 他的問題是 即是我們經常說西域西域 其實是凡子這一帶 是的 就不是說到西域紅支去到美國那個 美國那邊 其實是說到中亞、世亞的 就是巴基斯坦、核習 即是美國對我們有認知 我們經常叫做美利堅合眾國 OK 即是以前我們說西域其實就是這一群人而已 是的 以新疆的地方為主 OK 好 再去 這個就是大巴澤的夜景 其實挺漂亮的 其實挺有特色的 去拍照 還有它有很多市集 又有很多夜市的 那他們那些奧魚家糧會不會包頭的 包的 都包的 戴著一些帽子 包頭的 全部都有的 這個上個星期播過的 是 這些是特色的 要給人再重溫一下 但是不敢帶得出來 有人偷偷地帶過 應該一定有的 我也試過 戴得過的 你放在一些大行李箱裏 把東西包住 你不要隨身就可以了 是的 你隨身XV一定會照到的 但是問題是 你這些其實用來放而已 你會不會摺到肉的東西 夠利的 不過你不會 其實那些做得這麼漂亮 如果你切東西 其實是很浪費的 一定是賣一些貴的 裝飾的 OK 好 幸好 這個套蛙 因為其實有接約俄羅斯 所以很多套蛙 進來中國的 很多市集都是有這些套蛙買的 很漂亮的 這些套蛙買回來 哦 正哦 這些就是遺族女生 不是 這些套蛙買回來 是 用來吊你們倆 那個什麼 用泡桿頭 踩一下去寫著 什麼林鄭月娥 我刺激她 可以 林鄭什麼這麼可愛 再去再去 先看女生 這是什麼來的 這些是遺族的女生 哇 正哦 有些輪廓 眼睛太大了 鼻子很突出 很平均的 她平均是不是都是靚 靚的 其實十個有八角 八角都是靚的 就是當然她年紀大了 她也是OK的 但是年輕的那些 十幾歲 二十幾歲 那些很漂亮的 但是你這樣戴團 你也怎樣抱 因為我本身就是做事為主的 我只是不明白 沒有人說你不是做事為主 每個人都是做事為主 但是你也要追求女生的 我真的沒有怎樣去看 當然你在街上看到 你不會特意 另一面 我看彈宴她近場狗 那個女導遊 一放了工作都在酒店 跟徒仔喝薄飲料 是嗎 但是 我覺得 你如果那時候 你戴團的時候 我不知道合不合 但是我也要說 其實去到新疆這樣的地方 經濟水平在香港真的高很多 你不會有那種 那我都好似hyper的 混合你很容易 認識他 你沒有的 他們有這種感覺 他們會覺得香港 有時候我帶團都會有導遊 那些導遊都會有遺族的 他都會覺得我眼神看起來 好像很熟悉你 那你男人要求什麼 求別人去仰望你 你還不 那你 我是有追求的 我是追求 我要 求得可以 自己上天文下地理 其實我做領導的時候 是要做到 希望自己可以什麼都解答不到 不是 我是這個方向 我知道 我沒有說 你沒有說你 追求你就不可以做這個方向了嗎 不是 那我會很專心在這件事做 我真的會想這件事 你真的不能得 那你現在幾十歲了 OK 那你都要專心買你的目擊 硬弱水 買你的 安公牛旺益 那現在又不是 我以前做領隊又不一樣 我以前做領隊 你出外帶著一些人的心態 你要照顧好他們 是的 我的心態就是你照顧好他們 他們日常的所有事情 當然 我自己安頓了你回酒店之後 我都會出去玩的 OK 那有些客人說 喂 不要說那麼多了 你有沒有說 Welter Aaron 今晚有沒有什麼環境 你怎麼這麼巧 那你就說你不認識的 你要做一個導遊介給他們 那你不會有個好奇 有八客人說 喂 有這樣的地方一齊 一齊跟他們去 沒有的 我試過一次的 是的 很困難的 是的 真的有的 然後我那時候導遊沒有空 然後我跟他同房 他就說是要找到特國 然後我跟他找到酒店的那些 就是在酒店裏面有特國而已 是的 反而那些就不想到 不安全是那次出事的 我們看照片 很漂亮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就是維吾爾族的女生 真的很漂亮 哇 這個像唐人多很多 這些維吾爾族來的 他穿了一些服飾來的 哇 這些真的隨時差一點點 這些高窗風柱 是啊 這些高中來的 哈哈哈哈 是啊 好 再去再去 哇 這些維吾爾族的 這些絕對是外國樣子來的 這些是 哇 鬼鬼地的 就是中校的樣子 是啊 但是跟著一開口說普通話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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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去說英文呢 不是的 我試過 剛好幾年的時候 我上去 他跟我普通話 我不認識的 說英文 你很自然的 霍青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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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剛才那些好一點 是啊 剛才第四 第二三個 各有喜好 這些都是 就是維族的 哇 你的眼睛很靈 其實是 他的眼睛 你的顏色不同 看人 你一看就看得出來的 但是其實他們 老實說 現在叫做維族而已 就是送了回教 但是其實他們本身 如果你追完數次 其實都是大混雜的 那些人 在那個地區 我相信 對不對 其實都是的 大混雜區 三十六個國家 其實大家都是 有很多聯分 除了海部之外 你又黏住 中亞實真是 什麼什麼 俄羅斯 俄國 俄羅斯真是黏住 黏住的 其實根本就是有部份的人 後來就走了去俄羅斯 接著就是俄羅斯發展 俄羅斯人其實都是這樣的樣子 都是權負心 就是 這個就是 富車 富車其實就是 富車是什麼地方 富車其實就是 古代三十六國裡面 一個很出名的重鎮來的 而這個富車 它又很濃厚色彩 就是除了烏龍木齊之外 因為這個富車 它就是在天山山脈的中部 直情就是 譬如 好像以前 張軒出使西域 它在 經過了玉門關 他們以前說西域就是玉門關以外 陽關以外的國家 而它經過就是 譬如 河西走廊 接著 我們現在甘肅散 再進去新疆的 譬如 哈密 吐魯凡 再出來 烏龍木齊落 經過富車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古城 很多特色的 它又合了伊斯蘭教佛教 其實它這個 這個國家呢 在三十六國之一 是最大繁盛佛教 致遠的一個國家 後來因為佛教沒落了 後來有伊斯蘭的人進來了 那些進去了這個富車 才令它慢慢變成伊斯蘭 它以前是全佛的 全佛教 即是在三十六國裏面 最大的佛教 佛教是最大的 佛教是最大的 但它重點 其實就是 頭那三名字下 因為它是中間位 就是它很煩惹的 通過 大家留意著這一段說話 很煩惹的 超級很煩惹的 這個地方 佛教最大就是它 是的 就是三十六國裏面 佛教最大的 好 再去 如果有些稱之就是 那就是富車 是的 但現在就是 那它有沒有佛教為之在 有啊 待會你會看到的 這個是富車的古城 嗯 其實它裏面那些都是 很多 其實它南疆 和北疆是兩樣東西來的 南疆其實你會真真正正正看到它的主體民族 維吾爾族 很多不同的維吾爾族的 那些 譬如老人家、小朋友、小朋友、市集 很悠閒、很特別 就是你會很喜歡停下來拍下它 而且它沒有資格的草原 他們那邊在古城裏面 西城市 他們通常用什麼為生呢? 他們其實都是在古城裏面 在古城裏面做貿易的 其實他們是農業工業為主的 OK 這些類似的 這些類似的 嗯 這些類似的 又是這麼做雞嗎? 不是 你本身做什麼?有什麼工作做呢? 有很多 譬如它有些旅遊區 有很多要求服務員 OK 或者很多從事旅遊業務 其實它本身還有很多工業 有很多礦 因為其實新疆有很多礦產 有很多出產 現在更多了 沒錯 這些小朋友 其實整個街都是的 這些都是古車的小朋友 是的 古車古城裏面 你看到那些樣子都是維吾爾族的 都是一些外國人的樣子來的 是的 都跟中亞那些有差別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看到 有什麼斯坦的樣子? 特意會拍下它 它很有善的 斯坦 它很有善 很喜歡給你拍的 然後特意問你 給你拍下一個地址 你很奇怪的 其實這些呢 你去食殺到尼泊爾 甚至乎印度 都有這些樣子的 是的 它根本就是那個堆 巴基斯坦 很多這些 是的 巴基斯坦 都是這些堆來的 這裏呢 這個就是那個清真寺 都是副車裏面的 副車裏面的 副車其實它有天然風光 就是天生的峽谷 跟著有清真寺 還有它這個是第二大的清真寺來的 它這個清真寺僅次於 就是那個 喀什裏面的阿拉提多 不過呢 其實它這個是第二個法庭來的 就是它裏面其實是一個法庭來的 是伊斯蘭教人審訊的法庭來的 所以它是整個新疆第二大的清真寺來的 伊斯蘭審訊法庭 就是不只是審訊回伊斯蘭 是的 就是馬來西亞一樣有伊斯蘭審訊 如果你不是伊斯蘭人 就不是在這裏審訊的 是的 它就是另外的地方 就是看你中國哪裏審訊就哪裏 所以它的建築全部的木刻建築是很漂亮的 就是它是 融合了就是佛教和一些 尊雕雕雕以及伊斯蘭教建築 所以它裏面的風格是很好 就是我覺得 我雖然南疆去了一次 但是我其實很嚮往 我北疆應該都去過很多次的了 起碼都有 為什麼有這麼少的雙數 因為其實呢 很多人都喜歡看自然風景的 你看到自然風景 你一想南疆 這麼多城市 這麼多人 你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風景看 那些人就不喜歡 其實南疆最特別之處是人物風情 自然景觀 壯麗的沙漠 河谷全部都有的 其實是很集中的 你看的東西每天都可以不同的 但是你北疆呢 要不就是草原 要不就是哈立斯湖 那些東西反而是很一樣的 你來去都是看那些東西 看湖 湖可以看 有幾天都是有幾個湖在的 其實這幾個湖 背後的衣服 你第一次看就覺得漂亮而已 你多看幾天就覺得厭 好的 所以這個反而我覺得南疆挺好的 這個呢 這個是風火台來的 這些古城的那些位置 因為其實庫車本身以前是個 36國的大國來的嘛 那麼它有很多 那些古城的位置在那裡 不過它這個已經是風化了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的 已經沒落了的了嘛 它已經是沒有了它這個 就是殘餘在那裡 還有一點點讓你看到的 這個意思而已 好 上去 可以站上去的 這個也是 它就是風化了的古城來的 不過它現在變成了一個旅遊區 然後讓你站上去 就是整個上去 它應該是城樓 風火台之類的 那它本身 就是在被風化之前 應該再更加大國 還是差不多 爬上去看什麼呢 其實庫車本身是很大的國家來的 是36國裏面 籌三明最大的國來的 應該這樣 因為它是地處中間 你強調了很多次了 你強調了很多次了 地處中間三個最大的 其實是佛教律的地方 你講它最大的 還有其他兩個是哪個國家 接著是黑雜 黑雜 黑雜 還有伊寧 就是它本身在古時的時候 就是叫做伊寧就是叫做黑雜的 黑雜在南面是南疆的 伊寧是北疆的 伊寧是沒有的 這裡是北疆才能看到的 蔡里木湖那裡就是伊寧 西漢也是最有名的 是啊 西漢 西漢張軒出西域的時候 最有名的 這裡呢 這裡就是那個天山峽谷來的 OK 它那些全部都是那些雅丹地茅 你看到其實好像 之前看北疆那些五彩城 它有一些礦石原料 又侵蟲融岩地茅 又有雅丹地茅 幾樣東西 混合而成成的 現在就在山上映下去了 這個就是庫車大峽谷 哇 就是全部的泥土都是紅色的 哇 這個大峽谷 真是給美國的大峽谷 是啊 從局部來看 很久的 行的那一小時 是 這個也是 是的 全部都是的 這個都是庫車大峽谷 好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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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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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